台中市疫苗快打战 长者前来接种人潮满满 和之前的环打潮相比 人数几乎翻倍 让AZ疫苗功不应求 因为我们今天刚好就是没有残疾 现场医护得赶紧掉疫苗来 更不用说有残疾 其实台中市府29号开放疫苗残疾 线上预约 申请的民证连带受到影响 今天来的老人特别多没错 本来之前八十几岁的人 也都跑回来打了 把疫苗都打光了 因为大家想说 第二大的病毒 现在变息病毒这么的强 所以说有就赶快来打 增加自己的保护力 担心变种病毒侵袭 长者接种疫苗变踊跃 全台中市近两万人预约施打残疾 四十个快打战 只释出二十一剂 等于一战不到一剂 中签几率只有千分之一 而当时预约人数还多到 网站一度瘫痪 而即使这次预约到却没打到 名额还无法保留 所有流程都得重新再来 让市民抱怨根本做白宫 避免未来还是大批的民众 会加入预约排队 或太多人在关注 这个微量残疾的问题 也耗费社会成本 所以我们要停止预约功能 改成另外两种模式 造成不变也要跟市民致歉 残疾不再开放预约 该以两大措施处理 第一直接由快打战间互相调度 有残疾的提供给剂量不足的 或是第二 残疾直接由快打战指挥官 针对一到六类造册人员 致电施打并且公布名单 变种病毒让国人提高警觉 也让接种疫苗意愿大增 三连线王子余张展智孙宇丽 台中报道